今天大名主席病院 有個條向醫學中心來努力 望了優秀的中生醫 大營醫師背後優秀專業人材 以此社會分家南地区民眾 提供各品質的醫療學部 會開向你 親自報特性 舒服生命 舒服健康 舒服愛的環境 新陳的大醫師 透過実施的這陣訓練 來點營中醫的計特館 今年新陳段營醫師總共有27人 參加之前訓練 確定安排主席人文和環保參訪 在快樂學習中 電動行為努定基礎 教學部呂少睿主任表示 在整個行為的過程當中 不用醫療上的專業素養 時時點營到病人 以病人為重心的計特館 盡理行為被病人 也是加速信任的一個好醫師 之前我們必須讓他了解一些 實際的醫院的運作 一些實際的譬如說電腦操作等等 還有醫院的一些規定等等 那這些當然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這個 要讓他們認知 進到醫院之後跟學校是完全不一樣 面對的確實就是已經是病人 而且他們是已經有拿到 醫師執照的正式的醫師 所以在整個行醫的過程 要培養他們自己的醫療的專業素養 簡單的說就是如何成為一個 被病人或者是家屬民眾信任的醫師 大拉主席病院提供環保教育 經營屬性的醫療 能力輔助民營就業有必須人 確定包括人事規定 病人的屬性 醫助系統的實際運作 醫學倫理介紹 主要求的使用 特別是今年加立 臨文和環保的確定 段落主席病院基盤的 新進醫師之前 環保參考提案確定 如果提供了新進醫師的環保意識 更了解生態環保 以及在醫學領域以外的 重要地學技能 細心事務創民動 段落主席查詢報道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 這樣那麼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 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擴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提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較重出發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讓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騎馬路的人 看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